在這部片叫太陽出來之後 它是日本殺人犯真實事件改編的 我放在這裡 希望不要又是 太溫馨的嗎 太平淡的 或是太藝術的 希望再 更寫實一點 出點我操你媽 好可以去Play 他有演過孤狼之血 孤狼之血也好看 感覺像喜劇片 他剛也是用Premiere簡介 所以這是喜劇片 回到這部片 我可以回到這部片 那時侯也沒有 那時侯也有 好像是更生人的 講更生人吧 我應該會過了 其實我一世不少 我會過了 我會過了 你為什麼不見到 你不會過了 我會過了 那時侯也不過了 你會過了 你以為那些人 還以為你 好香喔 更生人 好像要吃 怕他笑 溫馨劇情片 素晴 素晴 喜 那怎麼叫四肢愈合的片 那種感覺 媽媽 我還以為他是 懸疑驚悚片 懸疑驚悚片 結果是這種溫馨的劇情片 覺得小燕哥跟生人如何在日本 生活下去 繼續他的生活 但感覺日本他就是 就是 很注重這種小細節 就是可能坐過勞 出去就不好找工作 或是什麼 像他剛剛講可能家招又重考 等等等等 就很多這種美美嘎嘎吧 但我要推剛剛那個 這一部片的男主角演的 孤狼之嫌 我覺得算是日本 很寫實很硬派的一個 警備片 對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難懂 然後劇情也很緊湊 拍得也很好 孤狼之嫌 好不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